上次说到,在我们银河系中心的银盘两侧,有两个巨大的,怀疑是被喷流吹出来的气泡 鉴于它是通过费米伽玛射线空间望远镜最终确认的,因此被称为费米气泡 宇宙中似乎有着各种各样的泡泡,地球虽然不在这个大的费米气泡中 但是我们的太阳系却位于一个类似的小泡泡中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天文学家就意识到一个问题 我们的太阳系可能正处于一个几百光年大小的气泡中 它被称为本地泡 这个气泡中的气体或者说物质非常稀少 氢原子密度只相当于银河系星际介质平均值的十分之一 虽然这里的气体稀薄,但是它却拥有相对较高的温度 同时还在向外辐射X射线 而包裹这个气泡的,是温度更低但密度更高的 由中性气体组成的气泡B 注意,大家不要把本地泡和之前介绍的本地空洞搞混了 本地空洞是包含了银河系以及本星系群在内的大尺度结构 尺度可以达到1.51光年 而本地泡的尺寸仅仅只有几百或者上千光年 另外,这片区域似乎不止本地泡这一个泡泡 而且它正与其他类似的气体泡发生碰撞 通过对太阳周围330光年范围内的那些临近恒星的光谱分析 天文学家发现,这组气泡很难界定其具体的轮廓和大小 如果侧面看去,这个空腔会呈现出管状 从银盘上方一直延伸到下方 相当于是一个热气体的通风口 所以当时它也被称为本地烟囱 X射线,高温 这些特征似乎预示着它像是超新星爆发的产物 究竟是不是呢? 2003年,天文学家利用NASA的原子外分光探测器 第一次展示了太阳系1000光年内的星际空间地图 同时宣布本地炮的确可能是上百万年前的一颗恒星死亡后爆炸导致的 他们推测,超新星爆炸产生了快速膨胀的热气泡 这些气泡与周围星际空间的冷气体相遇 从而气泡壁被挤压得很薄 当它与其他超新星产生的热气泡发生碰撞时 这些泡泡可能会发生破裂 热空气会在气泡间流通 从而形成类似烟囱一样的管道 这种管道的特征人们在其他星系中也经常能看到 这些烟囱非常有用 它可以将超新星爆炸所产生的热电离气体 通过这些管道排放到外围的星际运中 那些活跃的喷口被形象的称为星系喷泉 据观测,在最近的大约一千万年里 太阳系一直穿梭于本地炮中 目前刚好运动到了中心区域 那太阳会不会就是之前那颗爆掉的 大质量恒星的后代呢 这个月自然上刚刚发表了一篇 关于本地炮的最新研究 研究人员利用盖亚探测器 重点研究了由于本地炮膨胀导致的 附近恒星的形成情况 大约在一千四百万年前 宇宙这片区域中的恒星发生了一系列的超新星爆发 它们共同制造了这个直径大约一千光年的大气炮 形成如此大的一个空腔 总共消耗掉了大约十几个大质量恒星 这些大质量恒星最终以爆炸的方式 向外释放出大量的能量 这些能量以冲击波的形式向外扩散 同时将周围气体压缩成高密度云团 随着时间的推移 气泡边缘的云团慢慢聚集成星云 接着一批新的恒星便就此诞生 研究人员利用盖亚对大约十一颗恒星的位置和速度 进行了测量 创建了一个庞大的银河系3D模型 然后通过追踪恒星的运动 来描绘出气泡的形成过程 在气泡表面 它们发现了七个以分子云形成的恒星形成区 在目前已发现的距离太阳一千光年内的分子云里 除了阴仙座分子云外 其余的都遍布在该气泡的表面 但对于目前在本地炮中的太阳来说 我们其实并不是原住民 而仅仅只是个路过此地的游客 当初在第一个制造本地炮的超新星发生爆发时 我们的太阳还在离这儿很远的地方 随着太阳系在银河系中的运动 大约在500万年前 它闯入了这个气泡 260万年前 又一颗超新星爆发了 此时的太阳系刚好运动到了附近的位置 所以这次的爆发很有可能波及到了地球 据推测 包括巨齿沙在内的一大批大型海洋动物 正是在这次爆发中惨遭灭顶之灾 不管地球上的生物遭受了什么 它都不会打扰到天体运动的步伐 太阳系仍旧继续向前奔跑着 直到后来刚好跑到了气泡的中心位置 而正是在这个时候 地球上的原始人完成了向知人的进化 是不是感觉非常巧合 其实这种巧合也意味着一个事实 就是从统计学上来看 这样的泡泡在宇宙中应该并不罕见 我们的银河系应该是一种类似海绵的形态 中间布满了各种气泡 而本地炮仅仅是这些气泡中普普通通的一个 虽然今天本地炮的大部分能量都已经耗散 但目前它仍然在以6.4000米每秒的速度继续向外扩张 未来这些泡泡之间会产生怎样的交互作用 我们的太阳当初是否也诞生于某个气泡的边缘 这些问题还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好了 同素欲动聊宇宙 我是林某 下期见 拜拜